水浒传的十大顶尖高手 武松无学念落选 林冲能入围吗 水浒传里 徐徐如生的一百零八单将 各自身怀绝技 武艺高超 王静棒打高球 林冲风雪山神庙 武松打虎 鲁智深道霸锤杨柳等热血情节 至今为人津津热道 而关于水浒高手排名的争论 今天笔者就排一下 自己心目中的武功前十高手 第一名 王静 水浒传一开头 就出现了一位教头 他就是王静 由于他不是梁山坡一百零八好汉之一 所以没有外号 但原著中写着他是 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 注意看 这里直接说他是进军教头 可不像林冲那样 前面还加了枪棒之类的 也就是说王静是全能行的 他是八十万进军的总教头 进军的十八般武艺他都能教 而且在原著中也写了 王静叫史静时 原著写 史静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 一一从头指教 不觉荏苒光阴 早过半年之上 史静打着十八般武艺 重新学得十分金属 多得王静尽心指教 脸部的剑剑都有奥妙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王静时珍会十八般武艺 从这个角度可看出王静的武功比林冲高 水浒传引王静离去 作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以史静出场作为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这里笔者也坐以借鉴 以王静为水浒十大高手之首开篇 第二 杜学 杜学是王静手下第一高手 武器是杖八蛇毛 他和卢俊逸两人争斗了五十多回合 不分胜负 就在这个时候 孙安见卢俊逸不能去胜 拍马舞蹈上来助战 和卢俊逸和斗杜学 孙安何须人也 他是和卢俊逸前前后后 打了一百回合不分胜负的人 以孙安的武学水准 他认为卢俊逸不能胜杜学 那卢俊逸肯定是不能胜杜学的 由此可见杜学的厉害 孙安和杜学联手 最终孙安见削杜学胳膊 杜学落马 卢俊逸后面一枪结果了杜学的性命 第三 史文公 很多人对史文公的武功比较忽略 因为史文公最后是被宋江斩首的 其实以卢俊逸和林冲其命作为参考 史文公的武功确实非常高 首先 秦明作为梁山坡武虎杖之一 在史文公手底下走不出三十回合 大败而归 还被史文公赶上来一枪扎到了腿上 幸亏梁山坡好汉及时营救 其次 捉拿史文公的过程可谓是非常赚起 因为史文公在心智大乱的情况下 居然遭遇了朝盖的阴魂纠缠 四周愁云惨淡 路都看不清 要是普通人心态早崩塌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燕青偷袭一刀命中史文公大腿 卢俊逸拍马前来捉拿了史文公 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史文公武功要高于卢俊逸 不然作者直接安排卢俊逸 正面出战史文公 何必连朝盖的阴魂都请出来 第四 卢俊逸和北玉麒麟卢俊逸 作者给他的评价是马步军中推第一 战二钢枪无敌手 当然了 这是在梁山坡108号汉中的武功评价 卢俊逸是公认的梁山坡第一高手 卢俊逸的武功有多高呢 他曾经单挑耶律四王子 更是斩杀了其中之一的耶律棕林 随后其他三王子逃命 没走多远 遇到一队辽兵 大概有一千多人 卢俊逸单枪匹马一阵冲杀 杀伤多人 把这一千人的队伍又给打散了 要知道在此之前 卢俊逸和四王子打斗了一个多时辰 体能消耗已经非常大了 再冲杀一千多人 这个战斗力不可谓不恐怖 第五 孙安 孙安是田湖手下大将 他和卢俊逸两人前后交手两次 最终被卢俊逸用计谋情获 孙安和卢俊逸可谓是英雄星星相惜 孙安的武器是一对常见 他和秦明交手五六时回合不分胜负 卢俊逸见孙安厉害 明金收兵 第二天卢俊逸亲自出马 和孙安大战五时回合 孙安的坐骑发颠 把孙安摔下了马 卢俊逸没有成绩攻击 而是让孙安换马再战 孙安更换马匹后再战卢俊逸 五时回合后卢俊逸推走 孙恩追击 卢俊逸埋埋伏人马将孙安行获 最终策反孙安 所以说孙安和卢俊逸的武功不分伯仲 之所以把他排在第五位 是因为孙安后来加入宋军 配合卢俊逸工作 两人职位有主次之分 第六 雾炎光 雾炎光乃辽国第一元上将 精通十八般武艺 熟读兵书 有万夫不当之勇 摆出了太乙混天象阵 让宋军惨败 最后宋将在九天玄女 和公孙盛的帮助下 才破掉此阵 为了打败雾炎光 梁山已多妻少 派出了官胜浙园大将和张青 花蓉两位狙击手 这才将雾炎光斩杀 第七 石宝 方辣手下南黎大将军元帅 冠使一个流星锤 百发百中 又能使一口宝刀 名为披风刀 他在与宋江的战斗中 总共杀了五位梁山好汉 还曾战退过在梁山武力排在前列的 大刀官胜和战败小温侯吕方 其武勇绝伦可见一斑 最后石宝被官胜军逼到绝路 为了免于背情受辱 他用自己杀过无数敌将的宝刀 披风刀自吻 卢俊逸说过 石宝不在他之下 第八 王银 王银是方辣的兵部尚书 此人灌使一条钢枪 坐下有一起好马 名幻转山飞 登山渡水 如行平地 李云 石永树和死于王银枪下 孙力 黄姓 邹渊 邹润四将与王银厮杀 那王银奋勇力敌四将 并无拒切 不想又撞出凌冲赶刀 一并为战 被乱录而杀 要说单孙力就是梁山一流的猛将 王银力战四人毫无切据 但最终凌冲加入四人合力攻击王银 最终力切战败 第九 便祥 田湖手下太师 庄稼出身 两条壁博水油斑气力 五翼金属 金冠银甲 身长九尺 跨匹冲拨战马 提开山大斧 使敬腾与便祥战三十余河 花蓉拍马提枪驻战 二打一右战三十余河无胜败 各自收兵 便祥更是大贺一生 一盒杀死了击斩山士奇的楚王猛将风态 要知道山士奇八十回合战平凌冲 且丝毫不占下风 所以便想列到这个位置应该合理 第十 凌冲 凌冲原是宋朝东京的八十万进军教头 无意自然没话说 基本上从无败计 观胜和凌冲谁厉害呢 两人共交手两次 第一次是凌冲和秦明联手对观胜 宋将怕观胜被伤着 所以收兵 第二次是凌冲单挑观胜 观胜差点被凌冲一枪刺倒 所以笔者认为马上功夫凌冲略高一筹 马下功夫 凌冲和鲁智身杨志都交手过 没输 凌冲武功还是比较全面的 凌冲的缺点就是战斗意识不强 缺少瞬间避敌的能力 武松的战绩也有很多 而且基本上没有败过 可惜没有和一流高手交手过 碰到过最强的敌人应该就是那条倒霉催的大虫 所以不好判断他的真正实力 在水浒高手榜中未能挤进前十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哈 我